学佛的好处 别的好处没有 我们学会了 回谤我没有怨恨 好处这就好处 不生气 不放在心上 对回谤我的人 我对他还恭敬 尊重他 我还要关怀他 我还要感恩他 这就是社佛的好处 情愿吃亏 情愿上当 甘心情愿 为什么 我们真正相信因果 相信大自然的规律 现在一定有善报 我一定有我报 所以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世界没有一个人吃亏的 也没有一个人占了便宜的 没有 占便宜的 要还人家 吃亏的会得到补偿 没有 哪有这种事情啊 完全随顺大自然的规律去做 叫横顺众生 随习功德 一真诚信 待人久 心 安 跟离相应 无论在什么地方 心是安的 心安稳 就有快乐 就有喜悦 照做不善 纵然占的便宜 他心不安 他害怕了 怕他的那些 不能见人的事情 被人知道 害怕 我们不担心 人可以骗人 人骗不了良心 人能骗人 骗不了天地归神 天地归神有 真有 无神论不是说没有归神 有 归神是六道众生之一 跟我们一样 我也是六道众生之一 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修行能称佛 他修行也能称佛 无神论不是不承认 鬼神的存在 六道众生之一 六道都承认 摄法界都承认 摄法界平等 上跟祝福 菩萨平等 下面跟地狗众生 我鬼众生平等 知道事实真相 就会平等对待 虎目相处 真正做到平等对待 虎目相处 真正做到平等对待虎目相处 只要我们真正明白了 只要我们真正明白了 不再有恶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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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这个世界 就是基督律世界 要靠什么 要靠教化 教学威胁 不教人怎么会知道 要长时间的教 二十年三十年 像我这样的人 就不行 转不回来 总得要五十年六十年 转过来 真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这一转过来 大自在